原来我们都被电视剧给骗了 你以为在隐秘的角落中 最阴暗的人是喜欢爬山的张东升 又或者是后夕黑化的朱朝阳 其实他们都不是 那个年纪最小最单纯的普普 才是剧中最被忽视的人 假如你是一个六岁小女孩 此时需要三十万元给自己治病 你会怎么办 或者你能怎么办 就让普普来告诉你答案 首先找一个比自己强的人 让他答应照顾你 比如剧中的主人公 炎凉 总要在家后让他吃的 他家里被抓了 其次把自己需要三十万治病 包装成自己的弟弟生病 需要这笔钱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放在 道德的制高点上 如果在找钱的过程中 有不正当行为 也可以用救人心切来演示 人们只会被普普的善良迷惑 从而忽略钱款是否合法 在认识朱朝阳后 凭借自己的直觉 让普普意识到 朱朝阳比炎凉要强后 果断选择拉拢对方 在得知朱朝阳 讨厌自己的妹妹朱晶晶时 主动现身 拦截朱晶晶 并威胁对方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以后不要再随便 欺负别人了 你说什么呢 什么欺负人 我欺负谁了 你好好想想 你欺负谁了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这个举动表面上 是对朱朝阳出气 实际上 既是讨好 也是在拖朱朝阳下水 试想一下 在威胁朱晶晶后 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 朱晶晶害怕了 那就达到了讨好朱朝阳的目的 第二 朱晶晶直接告诉家长 当得知自己的女儿被威胁后 家长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一旦发现朱朝阳与仆仆的关系 在家长眼中 即使朱朝阳不在现场 也会把朱朝阳当作始作俑者 当一个小团队出现外力威胁时 要么队员分裂 要么大家抱团取暖 朱朝阳的情况 很明显是第二种 在朱晶晶坠落后 年纪最小的仆仆 没有一点慌张 能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是面对死亡 伙伙遭遇司空见惯 第二则是 他将朱晶晶带上楼的那一刻 心里面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为什么张东升亲手杀了那么多人 警方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中 张东升一开局 就把岳父岳母推下的悬崖 跑了 关键是张东升在警局 做完笔录后 流了几滴猫眼泪 就大摇大摆的走回了家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 案发现场只有张东升 与死者三人 怎么看张东升 都有谋杀的嫌疑 就算拿不出证据 也不应该让张东升 这么容易回去 高低要把他关在审讯室里 扣押个24小时再说 首先我们是上帝视角 知道杀人者就是张东升 然而在警察的视角中 信息是有限的 当然老两口意外身亡 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 张东升肯定是有嫌疑的 但是凶手在作案时十分果断 因此在死者尸体上 看不出博多迹象 这也减少了张东升的嫌疑 至于在尸体上 是否能够提取到 犯罪嫌疑人的DNA 这要做尸检 才能具体定论 如果定性为意外死亡的话 就没有事件的必要 而爬山这件事 是老两口主动提出的 这点警方经过大量的走访 就能获得这信息 再加上张东升 与妻子离婚的消息 除了当事人与死者 没人知道 如此一来 张东升的作案动机 就没有了 而张东升 不管是在警局的表现 或者是在外界的风评 都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像张哥这么顾家的好男人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你们都好好学学 刑医人没有作案动机 事故现场又符合 意外身亡的条件 没有第三方目击者 也没有监控 以意外身亡结案 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天王灰灰 数而不漏 主角三人还是通过录像机 发现了他杀人的事实 而张东升 也为自己犯的罪恶 付出了该有的代价 张东升是怎么精准 安排妻子徐静 在离婚前死亡的 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中 张东升的妻子徐静 闹着要离婚 而张东升秉承着 得不到就毁灭的原则 一心要刀的徐静 好继承异产 而爬山大人张东升 也其实做到了 喜欢游泳的徐静 最后静静的死在海里 回看一下张东升的作案过程 他是怎么做到 让徐静死在离婚前的 首先 徐静患有贫血 需要随身携带药品救急 这一点是第二集中 透露的信息 而张东升作为枕边人 这么关键的信息 他肯定是了如指掌 并且徐静的药 一直都是张东升 为他准备的 于是张东升 在为徐静搬行李时 悄悄把徐静的贫血药 进行了替换 而徐静是有固定时间去游泳的习惯的 为了防止下水后 会出现滴血糖等症状 通常都会下水前就开始吃药 凭张东升对徐静的了解 通过换药的说法 让徐静死在沙滩上 可以说是非常容易 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张东升替换的药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在最后一集中 警察在找张东升了解情况时 可以看见他的抽屉里放着药品 格列美尿 首先人体中唯一降糖的激素是胰岛素 一旦人体中出现胰岛素过剩的情况 就会导致滴血糖 而张东升的格列美尿 正是口服降糖药 滴血糖风险最高的黄尿类药物 翻译成人话就是 格列美尿服用以后 可以让你的胰岛素过剩 引发滴血糖 换句话说 下水前吃药 是为了防止出现滴血糖的症状 把药换成格列美尿后 则是会直接出现滴血糖的症状 原本是要预防了药品